詞曲 李宗盛 我這次的題目叫做造景 造景顧名思義就是利用噪音 來營造一個聲音的影像 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為了追求工業文明 為了追求生活的美好 然後我們可能犧牲掉了我們本身周圍的自然的美景 我這次有兩個展間 然後有一個展間我是想要營造 就是我們記憶中月夜的一個記憶 月夜的話我用月亮的部分 我是其實是利用非常極低科技的手法 我用沙動畫的方式 就是用沙子跟投影機 然後去營造出一個假的月亮的意象 然後呢伴隨著就是會有一些 那個晚上的蟲鳴鳥叫的聲音 但是這些蟲鳴鳥叫的聲音 其實都是一些機械啦 或是一些工業廢棄物它們摩擦啦 或機動發出來的一些噪音 然後可是那個聲音非常的激視 就是我們以前那個記憶中的晚上的聰鳴鳥叫聲 另外一間呢我是想要營造出就是以前夏天 午後然後那個殘叫聲的那個意象 在房子中間的部分呢我會用那個廢棄的電線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小的一個電子機構 然後去控制那個電路的運轉 然後那個我會在那個電線的正中間呢放一個燈泡 然後從那個燈泡會透過電線打出去 就會把整個房間營造出 像在那個森林樹影的感覺 然後利用中間那個電子機構呢 去控制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會發出殘叫聲 它那個殘叫聲其實也是利用那種就是玩具齒輪盒發出來的噪音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利用工業廢棄物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所製造出來我內心中的大自然的美景